三万人齐聚西螺大桥 粉红超跑跨越浊水溪 从彰化抵达云林 香灯角随乡人人高举手机记录 今年静香几乎可说是复制26年前的路线 也是首次夜间上西螺大桥 成为历史性的一刻 静香第四晚 鸾叫住驾西螺广不公 由于庙前人车级的水泄不同 交办人员索性用这招 直接把轮轿高举 让轮轿S型腾空宛如轻功水上飘 飞越车顶 直冲精妙 画面让许多人看得目不转睛 粉红超跑九天八夜静香进入第五天 也图许多人供应餐食 有素食餐厅老板使出铁砂掌 狂炒四百斤炒面 手进油锅只隔着手套 说也神奇 老板 自称前一天自己才因为叉子 掉进油锅伸手捡被烫伤 没想到一个晚上过去 受伤痊愈了 我就心里默念 我说白沙腿妈祖 我明天有重任要来做义工 不要让我的手起泡 肿起来 除了炒面还有人鸡蛋大放送 八百颗鸡蛋不便宜 现场间要让信徒吃饱喝足 再上路 静香途中众生祈愿 有妇人沮丧大哭引起所有人注意 软教为此180度回转 上前聆听妇人的内心话 此举让许多人为之动容 记者联网并留言并往上 SNS小组云林采访报导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你们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 717 弱鱼帮你来打折 CTI 717 弱鱼帮你来打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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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